今年很快就要進入尾聲了 那麼在上班族期待的年終獎金的季節 也即將跟著到來 在農業年過後呢 可能也有人準備要跳槽 或者是要要求加薪 那麼根據人力銀行統計呢 有高達7成的人想要跳槽 我們就來看一下幾項 其中這7成上班族想要跳槽裡面 大概有多少比例是已經付諸行動的 其中裡面高達了 有53.5%已經付諸的行動 那麼其中呢在這53.5%裡面呢 有高達7%呢 是已經找到的行動家 所以可以說是準備相當的充分 那麼另外呢 46.5%的人還在持續尋找新工作當中 當然跳槽也是要有原因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 大概有哪些跳槽會成為主因 我們特別來看到的 其中就是包括了 51%的人認為沒有加薪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他們想要跳槽 那麼有42.7%的人認為沒有前景 那麼最後一下 我們特別來看到的 也是大家相當關注的 主要是因為認為沒有升遷的機會 所以呢也讓跳槽 成為農業年後經常盛行的情況 那麼如果想要行動 當然專家也建議要把握時間 這比拿到年終獎金要更為重要